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学会站 你的脚跟你可以两脚打开 你的臀部宽 让脚跟碰墙壁 后背贴墙壁 然后双手向左右两边打开 先把手背贴墙壁 你要让你的胸脖向左右两边张开 不是去推你的腰 所以会有推腰习惯的人 你要试着把你的肚脊眼收向你的肌柱 然后让你的肋骨向左右两边张开 脚跟踩好身体两侧一直向上提 一直向上提 手背贴好墙壁 好 贴好以后 如果可以 你再把掌心面对面 大拇指贴墙壁 这也是一个办法 肋骨向外张开来 两侧一直向上延展 拉长 也是停个12秒 好 然后下来 去感觉一下 全身舒畅了 已经都打开了嘛 如果觉得没够开 来 我们加码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经典的瑜伽的三角式 两条腿打开 比一条腿再长一点点 然后把后面那只脚的脚趾头向内 所以后面的脚跟会顶着墙壁 你非常安全 这一只脚 把你的脚跟对着后面的足弓 对好 当然宽很紧的人 你把脚掌再向前 也就是你的脚跟 跟着后面那只脚的脚趾头对齐就好 这样你的宽已经被打开了 你就没有宽很紧的问题 所以接着下来 手张开 把后面这条腿的大腿 你的臀部一直去找后面的墙壁 这个腿的内侧要向外转 拉开 驱赶拉开 拉开拉开 手络 你就用椅子 你的大腿内侧一定要向外转 这个内侧一定要向外转 向上提 这边才不会痛 如果你觉得这边很紧了 赶快上来 扶一点 让大腿内侧向外转 向上提 你才有空间再下去 停在这里 让后背贴墙壁 好 你可以看正前翻 或把头转上去 看你的手指 手在拉长 手在 这只手在向下 这样子你的整个肌柱整个全身都开开开了 然后上来 换边做 把椅子换到那边然后再做 这也是一个办法 那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子做了 我觉得还可以 你就继续把手往下 继续把手往下 好 你就真的做到完成 从头到尾你这条腿 你的屁股要去找后面的墙壁 所以这条腿它就会向外转 它的骨盆就会向前 好 吸气 然后上来 你会感觉这里面有被拉开的感觉就是 你的腿没有转 起来 转 提 再做 没有 就不要勉强 好 祝福你一切顺利 如果你喜欢早安监上的影片 请帮我们订阅按赞 要记得打开小铃铛才会收到我们的最新通知哦